大家好,我是花羊貓 今天的教學是關於如何使用Blender內建的截圖 與截取動畫的功能 我們會介紹相關的設定 並用小機器人的場景進行示範 影片開始前來個小工商 羊貓的第一堂Blender數位雕刻課程目字開跑欄 如果想要做3D動畫、3D遊戲美術或3D另一的人 都非常適合學習數位雕刻 歡迎看影片底下的說明欄和置頂留言 或是點擊影片右上角的資訊欄 獲得更多相關的資訊哦 打開Blender之後 可以看到我已經在中間的作業視窗當中 設置了一個小機器人加一顆樹木的場景 讓我們移近一點看 左下角的話已經開啟了Screencast Keys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使用了哪些快捷鍵 在這個場景中也已經設置了HDI的光源 並且設定背景為Alpha 是透明的 所以如果我現在按Z到Rendered Mode 可以看到背景是透明的 樹木跟小機器人還有小草 則是已經上完材質的狀態 那如果我們想要截取現在視窗當中的畫面 除了使用Windows或是iMac裡面 原本預設可以截圖的軟體之外 在Blender中也有設置截圖的功能可以使用 截圖的話呢它可以分成單張圖片跟多張圖片所構成的動畫 單張圖片的截圖比較簡單 我們可以到左上角 Vue 移到下面有一個Viewport Rendered Image 點選它 那它就會把我們現在作業視窗當中所呈現的樣子 直接用截圖的方式呈現出來 截好的圖可以到左上角的Image 按Save 或是它的快捷鍵是Alt加S 就可以把這張圖存在你的電腦當中 那我們現在按ESC回到作業視窗 單張圖片跟動畫截圖都是一樣的 它只會截取當下視窗看到的所有的畫面會是什麼樣子 那它就會截取當下所看到畫面的圖片出來 像是現在小機器人身上是有一些跟Rigging有關的線條 那我們可以注意看 現在如果我們做截圖的話 它的線條是會被截取出來的 如果我們希望像這樣子的輔助線條不要被截取出來的話 可以到右上角這邊有一個Show Overlays 點選它 那它就會是實際上比較偏向算圖的畫面 畫面看起來就會比較乾淨一點 那如果我們現在不是在Rendered Mode 而是例如像在Wireframe Mode的話 可以看到Geometry的分布位置 想要做這樣子的截圖一樣是到左上角的View 然後點選Viewport Render Image 就可以把線條的樣子給儲存下來 它就會是Wireframe的模式 那我們按ASC回去原本的視窗 接下來如果我們想要截取的是動畫的話 我現在先回到Solid Mode 然後把它移近一點 在設定截圖動畫的時候呢 它跟實際上設置算圖是有點相似的 我們必須要先來到右邊 這裡有一個Output Properties 點選它 然後這邊有一個Output 這裡如果你點選資料夾的話 資料夾圖示 那我們就可以指定它在特定的電腦上的位置 去做儲存 動畫算圖跟單張截圖算圖比較不一樣的是 單張截圖你可以在截完之後 去決定單張圖片的儲存位置 但是在動畫的話 因為它會一次就會儲存很多張圖片 或是一次儲存一個影片 所以它會需要你先去定義說 我們想要儲存的影片位置在哪邊 那可以注意到 我們在下面這裡還有一個File Format 現在設定的是PNG檔案 如果我現在立刻來到左上角點View 然後並且點Viewport Render Animation的話 那它就會產生250張的圖片 在我們這裡指定的資料夾內 然後圖片的格式會是PNG的格式 所以如果我的動畫其實只有30個影格 我並不想要它有250張圖片那麼多的話 250是從哪裡來的呢 它其實從Tie Line這邊 我們有從第一個影格到第250個影格 那你也可以從右邊偏右邊這邊 Start1 End是250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在End這邊直接把它指定30影格就好了 那可以看到Tie Line這裡 它就只會從1到30 所以我們總共就會只有30個影格 也就是30張圖片 那如果我現在到View 然後按Viewport Render Animation 可以看到它就會有一個小小的方框跑 從1到30然後停止 那我按XX 回到Output這邊 然後點選Folder 這裡就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剛剛算的Animation的截圖 裡面每一張圖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場上沒有任何的動畫 那我們可以來用方塊 做一個簡單的快速小動畫 Shift A 我先新增一個方塊 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按I Location 然後有影格 然後到15影格的時候 把它放到這邊 到30個影格的時候 把它放到這邊 那如果按Space去播放動畫的話 就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弧形的動畫 那雖然我剛剛只有Key三個影格 它比較偏動畫的 內容 不過我們可以快速解釋 我剛剛只有Key三個影格 但是Blender裡面 它會自動幫我去補肩 像是1跟15中間動畫的過程 然後以及15跟30之間動畫的過程 它會去幫你把中間的補肩做完 所以它才會是一個完整的動畫 那如果我們現在在這個畫面 然後按View Viewport Render Animation的話 那可以看到它就會幫我們把動畫中間的 所有有移動的過程都記錄下來 然後按XX 如果點開Folder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方塊是有做移動的 而且它是以PNG的形式呈現 那另外最下面這邊除了 那另外最下面這邊除了Viewport Render Animation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Viewport Render Keyframes 這兩個畫很相似 它們都是以算動畫為準 但是Viewport Render Keyframes 但是Viewport Render Keyframes 這一個的話呢 它是以你選取的物件 它有做Keyframe的影格當作截圖算圖的標準 也就是現在我們只有1 15跟30影格是有做Keyframe的 所以如果我們點選Viewport Render Keyframes的話呢 它只會幫你把1 15跟30做計算出來 我們現在可以點點看 等待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它只有三個點 幫我們去做計算出來 就沒有把中間的補件算出來了 那點選Folder可以看到 它會一直保持在右側 然後到了15 中間這個影格出現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方塊移到我們在影格裡面設置的位置 並且到30的時候 它再把影格移到左側設置的位置 這個的話呢 就是這兩個的差別 雖然都是Render Animation 但是一個是完整的Animation 一個是指截圖Keyframes的部分 那除了PNG檔案 這邊其實也可以選影片檔案 影片的話可以選這一個 叫做FFMPG Video 如果我現在選擇它 並且到左上角 View Viewport Render Animation 那算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點開資料夾來看 它就會是這個檔案 那它就不會是一個一個影格所算出來的Keyframe 而是一個完整的影片檔案 那這個影片檔案呢 裡面就包含了從第一個影格到第30個影格的一個影片 最後因為我們剛剛所示範的都是直接從作業視窗看到的樣子去做截圖 如果你想要從CAMERA裡面去做截圖的話也是可以的 只要把你的視窗切換到CAMERA的視角 然後並且按View Viewport Render Image或是Animation 像是Image的話 那它就會是把真正從 攝影機裡面看到的視角給截圖出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 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你覺得教學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跟訂閱 那我們下個教學見啦 拜拜